戴著漁夫冒汗口罩 玄冰一臉轻松抵达机场 为了拍摄新电影前往约旦 只见他身穿白色T恤 紧身裤搭运动短裤 一袭休闲打扮人男演帅气的男神风采 他拉下口罩核对身份时 也被拍到续着胡子 不少人推测是不是跟新片的造型有关 随后在出镜前也遵照规定让人测量额温 还没更拍到检测结果是36.6度 顺利过关出发去约旦 二月波比的韩剧爱的迫降 让玄冰跟孙艺珍成了当红荧幕情侣 人气再度翻掌好几倍 玄冰挟着爆红热度接拍新电影 原定三月就要开拍 却遇上新冠肺炎被迫喊咖 经过剧组和约旦政府协商获得许可 一行人抵达约旦后 需先完成居家隔离才能开工 这也是疫情中第一部前往海外拍摄的韩片 格外获得韩媒关注 而同样有着疫情中第一的 还有这部片 由影帝刘亚人主演 七首女星蒲信慧 共同对抗染病丧失 电影上映五天票房就破百万 是疫情爆发以来第一部 而说到丧失片 备受期待的还有 时速列车续集 时间设定在第一集的四年后 由号称南韩公共财之一的江洞源领前主演 接获任务重返遭孤立的朝鲜半岛 要面对规模更大的活石大军 让喜爱失速列车的影迷 已经等不及要到戏院欣赏 岁很好 岁上来自行 是不是�도 明天 未经许回答 不及 不回答 未经许回答